上午近8點 私立明台中學 一輛載滿38名學生的校車 開上國道 突然 再看一次 行駛在校車前方的 紅色轎車開著開著 突然前方箱形車出現狀況 紅色轎車因此急煞 由於行駛當中 從車身還因此抖了兩下 不難推測 車速不算慢 然後後方緊接著的大客車 要急煞可就沒這麼簡單 眼看安全的距離根本不夠 直接朝著紅色轎車屁股撞了下去 轎車後端板筋整個撞凹一大塊 至於校車 擋風玻璃 也都被撞到出現嚴重裂痕 面對突如其來一撞 當時車內38名學生都嚇壞了 所幸整體車禍意外沒有人受傷 大型遊覽車 它因為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它見到前方的自小客車 剎車之後 它來不及 所以說它就追撞到 前方的紅色的內部自小客車 小車就是保持在50公尺以上 那大車最好要保持在80公尺以上 再看一次 也難怪交通執法單位 再三強調 行車時保持安全 兼具真的很重要 記者 陳孟輝 顏靜宇 彰化報導